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分享宝贵的成功经验 参加人数达到创规模的上千人 出席当晚活动的正要包括 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财务长马世云 加州州参议员巴巴库莱特 加州众议员麦克帆 阿凯迪亚市长高杉 核桃市市长艾伦乌 钻石吧市长安德鲁 希科问马市市长托尼乌 Cypress市长及参议员助理Kiles Miller 盛盖博士副市长John Wu 盛盖博士议员Tony Ding 阿凯迪亚市议员Illine One等 2000年开始我们转型到阿发季 那么这个三年呢我们进行了行业的升级 从本来的单一的保险经济行 我们现在扩张到了十个业务 我们公司从事保险 理财 SM Management 资产管理 地产贷款 教育移民 然后税务规划 信托规划 我们也做IVF 我们也帮中国的客户在美国做上市企业并购 那么我们公司从业人员呢从2000年的2000多名经纪人 到现在已经翻了三倍 一共有7000多名的从业人员全美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全美的大力的一共来了100多位 今天晚上的晚宴大概700多人 那么我们的业绩呢也翻了三倍 所以呢我们每一年会在这个7月的时候呢 开全美的这个年会 我们今年叫这个2003年创想家年会的盛典啊 为什么呢 来嘉奖这些从业人员这一年的辛苦努力跟付出 今天我们一共发了 昨天跟今天两天的晚宴 我们一共发了212个奖杯 来奖励所有这些全美的这个经纪人 对公司做出的贡献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晚宴呢非常的盛大 我们得到了所有行业的这个关注 也得到了大概十几个城市的市长 包括我们的财务长 加州财务长Fiona Ma也亲自来 GDQ也来了 来表彰我们对这个华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们在这边呼吁 如果疫情以后所有有碰到瓶颈的年轻人啊 或者有彷徨的这个我们的华人 想在金融行业发展一级之际的话 希望来找到我们 我们可以把一个小白 从什么都不懂培训到有执照 有agent license 然后成为一个financial planner 然后在全美开点成为一个金融的企业家 这是我们公司的vision and mission 就是浮华下一代的保险金融企业家 在2000的年会上 除了专业演讲 主办方还准备了丰富的娱乐活动 NBA球星Baron Scott 与观众分享了他的成功经历 华语歌手吴克群 也在晚会上献唱了 《为你写诗》 《将军令》等经典歌曲 新闻速递通讯社记者 王福明正在播报道